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女主本想为竹内社长敬酒 却笨竹地把酒撒在了她的身上 还好小丽及时赶来帮她解围 并安慰她别放在心上 然而下班后,女主就听到小丽在背后说 我帮她,是因为我想利用她 见自己的话被女主听到了 小丽索性公开对众人说 我和小美从小就在一起 我一直用她做陪衬 小美懵了,不明白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这次是怎么了 此时小丽开始变本加厉 我对你好,不过显然客人们觉得我有同情心 就凭你这德行 还想成为我的好朋友 别痴心妄想了 女主听后伤心欲绝 当地贪婪在地 善良的精子将她带回了诊所 说可以给她一张漂亮的脸蛋 让她重生 误导医生补充道 手术只有一次 换脸后你无法再回到铜钱 但女主心意一觉 她要变漂亮 再不想做任何人的陪衬 于是医生为她点亮了面孔展示柜 数十张人脸呈现了眼前 手术的报酬就是女主的脸 误导医生曾隶属于美国保安局联邦证人保护计划 是技术精湛的美容界外科医生 他给人换上一张新的脸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被叫做做脸师 一个月后 拆掉层层绷帮 女主在镜中看到了一张清晰可人的脸 向医生和护士道谢后 她走出了医院 精子认为 女主有了新脸后 一定会幸福 误导说 她可能会向背叛她的人复仇 在她离开的一瞬 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愤怒 仇恨和决心 混脸后 女主以小艾的身份重回夜总会 见到她 小丽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原本嫌弃女主的竹内社长 见到小艾后两眼放光 还特意为她开了一瓶香槟 后来女主干脆拜托她 以后不要再照顾小丽的生意 她想替代小丽成为头牌 请社长好好栽培自己 为拉拢同事 女主还特意在夜总会中考取棋 请大家品尝 这一天误导医生与朋友一起来到夜总会 发现女主和小丽正在暗中默默就近 曾经的头牌小丽 已渐渐沦为了陪衬 女主回到家后 找出了与小丽的合友 曾经的往事再次浮现的脑海 小时她长得丑被同学欺负 是小丽帮的出头 长大后两人一起来到东京 小丽口口声声 说要与她一起努力打拼 但她却 想到这里 女主心中只有愤怒 将合影通通撕碎 这一天 小丽接到了一位大财团的社长金主 第一面金主爸爸就点了瓶店里最贵的酒 小丽挑衅般看着女主 心说小丽福布 无论你怎么讨好客人 这里的头牌永远是我 小丽终于发现 此前一直对自己关爱有加的竹内 已许久没找自己了 打电话相邀却遭到拒绝 于是她气冲冲的责问女主 你是不是去竹内家了 敢跟自己抢客户 真是胆肥了 女主却一脸漫不经心 是对方邀请我的 因为她已经厌倦你了 以后我会是新的头牌 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两个女人的正面交锋 正式拉开帷幕 金主爸爸再次来到运动会 这次她忘了带钱包 小丽不想失去这个大客户 便主动让对方说了账 哪知今后收账的厕所越来越多 但小丽并不担心 因为她看过对方的名片 她是个财他气粗的收账 直到金主的收账 已高达1800多万 对方却再也不来了 这下小丽急了 见对方电话打不通 她直接找到这家公司 却被告知并无此人 小丽被叶总会开除了 但金主的收账 需要她全额代为偿还 小丽失魂落魄般往家走 却看到女主悠然自责地 挡着秋千向她示威 并非你运气不好 只是你动了我的圈套 谁让你先背叛朋友的 若之前我是你的陪衬 你们之后也做我的陪衬好了 小丽恍然大悟 你是小美 女主得意万分 没错 曾经我一直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 你却一直在背叛我 还说我是陪衬 所以我想让你也尝尝这滋味 换了个样子 把你最重要的东西都抢了过来 小丽伤心地哭了 愤怒地扇了女主 于是这两个昔日好友 在夜幕下大打出手 在充满泥泞的地上打着滚 发现着对彼此的仇恨 女主将小丽带到诊所 请医生帮她也换张脸 不是为了报复 而是为了我们的友情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以后也会在一起 一个月后 小丽患上了小美曾经的脸 精子不明白 误导为啥同意替小丽做手术 他们两人是离不开彼此的 外表漂亮的小丽 只有和长线普通的小美在一起时 才会忘记自己家庭的不幸 小美同情小丽不幸的遭遇 与对方在一起时 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两人互相慰藉 才找到了各自存在的价值 所以小丽才特意变成了小美的样子 美丽和丑陋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平衡 是两人友情的一种方式 从此 两个女人又形影不离 被拴在了一起 继续着他们的友情 好了 今天与哥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局的全集铁粉专区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 喜欢与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好别忘记转发哟